第四季 只有拿到蓬莱圖的碎片 才可以解开九玉封印 九玉幽祖 生死存亡 可皆在你身 属下定当竭力而为 那个温姑 可是幽王当年 与人类女子所生 不是 当年重城一战 先王被害 我们被困九玉无法逃离 奇怪的是 只有他一人不见踪迹 也许他早已在战乱中死掉 可惜啊 若是他能归来 我真愿意将九玉众人全都交付于他 让他带领九玉幽祖逃离九玉 在人间堂堂正正的生活 就不必在此勾言残喘了 长老为幽祖鞠躬尽碎 幽祖人当指任长老马首是瞻 行了 少拿人间下三轮的口舌伎俩能蒙我 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 尽快办妥 龙祖之子 龙祖之子 潘莺 最是我们九玉族人的希望 他 真的死了吗 好 乱长相吗 还是我略生一筹 主人是三界第一美人 没人能和主人相比 乖 还是你右眼光 来 裙子居然比我的成 谁啊 谁的裙子敢比我主人成 我去捡了他 清花 清花不要去 回来 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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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姑 温姑 你快看 你看 我们的小清花 是不是活不成了 端木 你怎么了 初日求定了 我错了 我不该装死了 小清花 你不要怕 我这么温柔 你平时 不是这般说话 初日在学大侠鬼秀 太吓人了 闭嘴 我端木翠要学别人什么呀 我这是 在学习凡间的心技呢 你自然不用练成任何人的样子 因为没有人比你更好 真的 还是你眼光好 不像某些人 可惜你又不是他 是 端木门主今天怎么感觉怪怪的 莫不是心情不好又拿我们出击 有事有事 你先走 我断后 就凭你那把破刀 三位好久不见呀 退后 小心 干嘛 她觉得 你要生气了 我哪有那么 我不是一个 喜欢发脾气的人呢 宅大人 我先去清理门户 张陆妹妹不会对赵五做什么吧 人家好害怕哦 人家是谁 你不觉得 人家温柔吗 干嘛 我在算你能温柔几个时辰 你 我 我今日非做一日闺秀给你瞧瞧不可 那大家闺秀可少不了这个 这不是李琼香的吗 反正我也用不到 不如就放你那儿保管 那我就免为秦南答应你吧 怎么了 我不会对见 i.g.e.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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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